现在介绍控制盒的功能 第一个开关是转向开关 如果把switch往IC方向推 它会进行顺时针旋转 如果将此开关以偏向IC的方向推 马达会以逆时针的方式旋转 所以这决定在你射性版的马达架在何方 假设我们站在射性版后面 你的马达撞在你的左手边 这时候你就要必须往内推 如果你的马达撞在你的右手边 这时候记得你要将switch转动方向 往左推远离IC的位置 第二个开关是回复旋转开关 当这个开关按下去的时候 它会一圈之后开始倒退 第三个开关是reset开关 当按下这个开关 IC就会以重新计算15圈的cycle 来作为运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